成立已经有30年历史的西班牙国家舞团第一次来台演出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精彩片段 西班牙国家舞团舞者把POSE宣告他们第一次来台湾演出了 这个团体1978年30年前成立 由弗朗宁哥传奇人物安东宁奥·盖德斯创立的隶属于国家文化部 他们结合了西班牙古典芭蕾、爵士和现代舞 改良并且创新了传统博朗宁哥的形式 是非常地坚持的,非常地坚持的,非常地坚持的 在这些练习的练习,我们使用的舞蹈 我们的舞蹈非常地坚持的 国家舞团对于西班牙玻璃路学派的响版也加以演绎 一直是传统佛朗宁哥,他也会除了舵地的节奏强烈之外 又多了很多肢体的变化 因为他们受了现代舞的影响 一支舞马追忆西班牙学日巨星风采 另一支佛朗宁哥传奇也充满张力票房爆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